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有記者故意去到一些新的屋邨的停車場一起看看 就看到那些停車場裡面拍滿了很多名車 有Tesla有其他人 這些人應該住在那個公屋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下都可以入住公屋 記者問到房署也有回應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看看有沒有打擊濫用公屋的進展 另外也講講話說有個40歲持傷情症的來港女子 去到旺角一間麻雀館出千 而出千的手法竟然是用針孔鏡頭偷拍別人的麻雀牌 是怎樣能夠操作到的 或者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打擊濫用公屋 記者實地考察新屋邨的停車場 有公屋的住戶竟然是拍了一部70萬元的保馬 還有50萬元的賓士 當中2022年入伙的屋邨 竟然見到多部同年新款的Tesla 問到房署 房署怎麼回應呢 報道提到 政府近年大力打擊濫用公屋 房屋處處長羅淑貝 月初表示 過去兩個年度加強打擊濫用公屋過後 已經收回共5000個單位 折省約摩50億元公帑 並透露靚車是打擊濫用公屋的線索之一 早前巡視皇后山村的停車場 發現新車配上漂亮的車牌過後 租戶是主動加回單位的 星島頭條的記者近日到屯門 大埔和長沙灣 合共四條近年落城的新公屋邨 發現各個停車場拍了不少新落地 車價介乎是30萬元至70萬元 甚至歐洲名車品牌還有新款的電動車 房屋處回應 星島頭條查詢時表示 當中四宗個案 在早前的巡查當中 經已發現 並已展開主動調查 剩下的三宗個案 會跟進調查 房屋處表示 住戶擁有較為名貴的車輛 是偵測這個濫用公屋的重要線索之一 如果發現虛報資料情況 必定會嚴肅處理 話說記者日前到屯門的青田村和和田村 兩條公屋都是在2022年開始入伙 分別有129個 還有105個私家車拍位 兩條村都可以說是電動車的樂園 停泊了多部 Tesla的Model 3 還有Model Y 和田村有較多的Model Y 分別是2021和2022年的版本 兩部車的售價 連新車原廠各種加配的裝備 都需要47萬元以上 另外記者也有到大埔的蝴蝶村是視察的 第一期在2021年開始入伙 第二期在今年2月陸續入伙 發現第一期的停車場拍了一部S字頭 自訂車牌的2023年Toyota的電動車 車價也約35萬元 另外還有一部Toyota 2018年的老闆車 當時的車價也約45萬元 現在二手價也要30萬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按道記者特地走行個圈 就發現 哇厲害 公屋的停車場 拍滿了名車 電動車等等 另邊商的電動車還要是新款 很貴貴的 按道理公屋住戶 就沒有理由能夠擁有這些車 因為很容易爆煲 當然就未必一定爆煲 因為每個家庭 都要取決於有多少人 再看看資產的壓度 但是相關的一些觀察 《星島日報》問過房署 房署就說 當中有些個案是調查當中 有些是新個案 不過說明了 在公屋的停車場 看到名車 一些貴的車的話 是打擊濫用公屋的線索的重要來源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家附近的公屋停車場 有沒有靚車拍在這裡 這個拍在這裡的靚車 如果是月租的話 通常就是公屋住戶申請 亦都成為了近期 可能令到公屋違規的父戶 沒有人心惶惶的原因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這位40歲 持傷情證來港的女子 是涉嫌用針孔攝錄機 和耳機在麻雀館出遷 贏了多少錢 報道內問題多了 40歲持傷情證來港女子 涉嫌在兩天前 在旺角一間麻雀館出遷 手法包括以針孔鏡頭 偷影別人持有的麻雀牌 值此贏取7萬元 被控賭博時間作弊 案件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裁判官李志豪押後案件到10月8日再信 被告還押後信 被告叫袁林 報稱無業 被控在2024年8月11日 在旺角商業大廈永旺麻雀娛樂公司賭博的時間 以欺詐的手段誤導的設計 改裝了一件衣服和一件外套 裏面有針孔鏡頭 並連接路由器 兩個電池還有一隻耳機 為了偷影他人持有的麻雀牌 為自己贏取另一個人 約我7萬元的港幣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好先進 這位40歲持傷情政的來港女子 是用針孔鏡頭加上耳機 未知有沒有同黨 幫助她了解隔離位拿著什麼牌 從而贏對方的錢 最終東窗事發被人抓到 相關情況有待跟進與了解 法庭把案件押後再順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日本是發巨大地震預警 不過無了香港人去日本玩 市民很淡定 問了保險是包地震 報道機內文提到 日本九州宮崎縣 今個月8日發生7.1級地震 日本氣象廳隨後首次公布 南海海曹地震臨時情報的警報 就說未來一個星期 南海海曹周邊地區 有可能再發生強烈地震 並引發大海嘯 港府日前8月12日提醒 新在日本或計劃去日本的香港人 是要提高警惕的 不過今天8月13日機場裡 仍然有不少市民無懼地震 出發到日本旅遊 當中有一家四口準備前往福岡的陳先生 就說並不擔心地震影響旅程 認為目的地距離地震區頗遠 就說沒甚麼好放心 也沒有為這個旅程特別準備屠心物品 就說準備了去玩的心情 但他也表示早前已經購買的旅遊保險 經查詢過後得知 如果遇到地震仍然能夠獲得保障 就說聽說是地震警報之前 已經買了保險就OK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雖然日本有巨大地震預警 不過香港人一於少理 照樣出發 甚至非常淡定 就說問了保險 地震是會包的 希望用不著 未來一個星期日本相當緊張 據報有些酒店住宿都已經出現了退訂潮 希望最終去敬一場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尖沙咀中間有很多老闆坐的車 和貨車拍街霸路 上班高峰時期 阻塞倒貫尼敦道 報導的留言 尖沙咀人多車多 當中以尼敦道的車樓最為繁忙 有市民投訴 九龍酒店對開的中間道 會逢上班的高峰期 就會有些老闆坐的車 和貨車霸佔整條左側行車線 導致只剩下一線行駛 無法疏到尼敦道的車樓 甚至造成車樓倒貫 警方回應指 過去四個月發出460張牛肉缸的告票 有區議員直指上指車輛 拍街阻塞交通問題嚴重 促請 運輸處和警方要制定方案 緩解有關問題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針對中間道那一段 有很多老闆車 即是老闆要坐車 司機通常坐在這裏 就等老闆做完事 吃完東西下來車他 不過為求方便 當然不怕入停車場 不過相關的情況 竟然造成了近期 尼敦道倒貫的情況 尤其是上班的高峰時期 會搞到失車 有些打工仔可能坐巴士上班 途經那個位置就慘了 結果最新情況 有區議員就說 找運輸處和警方去跟進 簡單來說 又是勞動 運輸處和警方 說究竟能否解決這個問題 那些老闆車 是否一定要拍這個位置 成為熱話 老闆是很兇的 有錢有成 但是拍這個位置 始終會造成一個主幹道 有機會倒貫的情況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